各位歡迎來《公民齊齊》說 我是張超雄 今天我們會談一個挺重要的議題 跟家務助理有關的 我們有兩位嘉賓 在我右邊這位 我是香港職工民的組織幹事 石仔 是的 石仔 我是香港家務助理總工會的主席 布麗雲 不要緊 這次請兩位上來 你們有一個特別的活動 或者是一個很重要的活動 一個國際性的會議 石仔不如你介紹一下 接下來是否6月6日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其實應該是整個6月 6月28日會在瑞士日內亞 舉行國際勞工公約 英文是ILO 這個ILO主要討論 今年的議題是討論家務工的國際公約 如果簽訂了 日後就會對全球的家務工 有些勞工保障 這個公約是新的 布麗雲 其實為甚麼會現在才說對家務工有這樣的公約 其實一直都是把我們家務工 還有一些做的那些 種菜那些 耕田那些 其實水上那些都是勾了出來的 農民 漁民 漁民 這個國際公約是成立了一百年 都是沒有談及我們的議題 不過我們經常都有提及 但他們都是沒有談及 但今年他們都覺得 都要談及我們的議題 就是以往的國際勞工組織裏面的很多公約 關於保障勞工的 其實沒有保障到家務工 沒有保障到家務工 首先會討論他那份的報告書 其實去年都有出了一些 監務工的報告書 就是講回監務工的情況 今年就會由勞資官三方去討論 那份監務工公約的建議書 到明年的六月就會正式由三方投票 去表決這份公約是否通過 即是做了一整年 終於有一段時間談 你現在這麼早去談做甚麼呢 我們是遊說那些勞方的代表 即是將我們的事說給他聽 讓他進去幫我們談 即是你們都要間接地通過一些所謂的勞方代表 那國際勞工組織比較特別 通常要勞方、資方和官方三方面一起坐下談 那便談好了 那大家都同意一下 然後有關的國家就會簽訂這個合約 這個公約 內容有43條 所以要去今年的開會 就是逐條逐條去討論 那些條款究竟過不過呢 明白 你們其實新都有爭取一個保障 但現在香港對於家務助理、家務工都不是沒有保障 香港也有一些勞工法例 有一些其他法例 其實對你們來說有沒有幫助 其實在我們來說我們真的毫無保障 如果你是當我們是一份工 那我們應該有強積金 但我們是沒有的 那如果你是當我們是一份工 你應該和其他一樣有勞工保障 那其實要是說我們有多很多個僱主 所以就變成了我們沒有這個4100保障 那既然我們是這個散工 達不到這個勞工保障 其實應該承認一條兼職法 保障我們才對 暫時依然這條兼職法都沒有 那我們沒有這個強積金 那我們連這個退休保障都沒有 那它何內有保障我們 甚至我們好像我們做事做得很密集 即是工作很密集 都是會形成到我們很多的勞選 那連這些都沒有保障我們 還有我們在爭取中央保障基金 但現在又不通過 其實因為正正就是我們多個僱主 我們不知跟誰去追討 這個勞工 工商保障那些東西 是不知用誰去追討 所以我們真的甚麼都沒有 其實家務工聽起來都挺好 每個小時頭五十五萬元的鐘 現在一般很多麥當勞那些都沒有 那些二十多元的鐘 那如果在街邊派單章 可能更差一點 那你有五十五元的鐘 即是挺好的 其實聽起來就很可觀 挺好的 如果一個天裏面有八個小時 我就真的挺好的 但是我一個禮拜裏面 可能有兩三個小時做 所以你說我們 同盟有時候我們會 我們的區裏面可能會是一個 沒有工作的重災區 那要去到跨區去做 哪些是重災區 大多數會在元朗和天水圍 那是工作的重災區 即是那裏家務助理就多 家務助理就多 沒有工作 沒有工作 所以很多時要去跨區 如果譬如說我做三個小時 這樣計算 我做五十五元計算 你想想我們的來匯車費多少 我們得益多少 我們要去做三個小時 我們要搭車 搭過幾小時一程 那即是說有五六個小時後 才可以賺他那百多元 我當你五個小時 賺他那百六元 那車錢去了四十元 吃飯又去了二十元 那即是賺一百元 那五個小時賺一百元 實際上二十元那種 那即是像張先生說的二十元 那好啦 那些工業都未必穩定 那如果我做老闆 暴黎雲老實說 我估計我要做六個小時的工作 我請你 那你專業嘛 你三個小時就幫我搞定他 行不行 會不會是這樣 譬如六個小時的工作 我三個小時幫你做 但我真是以高質素 而是一個密集的工作 我們會很容易做到這些算不通 所以你現在連那個叫什麼 那個 工商那些 那個工商保障都沒有 即是那個勞損 勞損 即是工作的勞損 對 工作的勞損 那勞損那些是沒有辦法的 我從僱主來說 老實說 我給了錢給你 其實現在你也有工商保險 你們工會會幫你們的工友買這個工商保險 這個運作是怎樣的 其實這樣說的 他有一條雇員補償條例裏面 就有保障職業病或者工商 但這條條例所保障的職業病只有51種 而且普遍來說 一般基層的工友 例如監補助理 最常患的職業病 健血一定會保障 健血 健血一定會保障 但我們勞損那些大多數會健血 是 主副手 主副手 兩個月 兩個月 這兩個月 做了也補不回 其實我試過真的行不住 我進了醫院八天 我真的行不住 明白 所以我們做家務助理 其實都相當多的困難 今次這個日內瓦之行都很重要 我們稍後回來再談過他們面對的問題 還有大家可以有什麼幫忙的 沒有任何人 沒有任何人 做家務助理 有沒有人